全臺陸續出現了長者猝死事件 而且各縣市通報數字是更為驚人的 累計有四十三人 其中在新北市十人最多 那麼疫情只會關城中 面對這個問題 拿出了數據 說英國美國還有男孩數據 分析跟臺灣的死亡數字比較起來 差不多的範圍之內 目前是沒有危險訊號 AZ疫苗開放對銀法族施打 但是各地全陸續出現 疑似施打後死亡的案例 苗栗接連兩起都是八十多歲的阿公 一個有服用高血壓藥 一個有大腸癌病史 消息傳出苗栗的疫苗接種率也直線下滑 那整個統計起來是在八十%左右 那昨天更甚就已經從原來的三十一% 又掉到二十二% 統計全台各縣市的資料 截至十八號下午 長輩施打疫苗後死亡 以新北十例最多 其次是台中七例 另外台北雲林也各四例 新竹三例 其他縣市也有一到兩例不等 死亡數字不斷增加 而且有不少是洗身病患或是糖尿病 高血壓心臟病 甚至有人罹患阿茲海默症 大多都有慢性病史 陳時中提出南韓還有英美的數字 分析台灣跟其他國家相比 施打疫苗後的死亡人數 差不多在範圍內 目前也還沒有死亡個案 被判定跟疫苗有關 不過強調指揮中心會持續監測 調查 釐清死因 記者彭光許 張志南 方品文 綜合報導